OMG SRB圖100-500美金 够利了这次 大家好我是号车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男人八七妹 aka币全然神词频道的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还有视频节节等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 够利了够利了 SRB会去到100-500美金 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先 这个户口是零followers 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人是用iPhone的 所以我希望可能过几年 他真的给他讲对了 然后大家不要那么的冲动先 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走势 ok 一样哦 前天起的还不错 昨天就没有什么反应 今天就应声而跌 正常 哇atom发生什么事 突然涨涨到那么够力 ok 所以atom便宜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买进购就恭喜你们 ok 我全部都跌 只有atom在一起了发生什么事 ok 不要管我们今天主要是讲SRB 所以现在这里是欧益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显示 ok之前有看我分享SRB的 我之前讲过的东西就不要再讲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在这个0.798 0.79上面在徘徊这 而且0.79是非常强的支撑 几乎如果他不会跌破的话 其实0.79都是一个 0.79 0.8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进场点 所以他现在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缩量三角形 量开始的慢慢在缩 看到吗这里 ok 然后缩了突然爆的时候就是很够力了 很大可能 就像我这里画的 这个我把它放 我是拿这里来看 如果它涨上去的话很可能就是这样子 但是故事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它那天涨它现在涨这里 ok 如果我们拿它们放在这里的话 如果它不跌破0.798的话 它直接冲上去的话 就很有机会马上去到1.11 你问我去到1.11难吗 我个人觉得不会难 不会难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的你看 它都能跌到这样子了 所以它要上去1.11 不会难的 只是看 这已经是底部了吗 如果这已经确定是底部的话 就很大可能会上去 然后为什么我 我会看好SRP 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我之前有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不讲讲了 我就讲一些新闻的看法好不好 OK Newbank NUBNK 这个bank相信大家都熟悉吧 这个bank就是巴菲特 有投资的银行 而且巴菲特投资的这个银行呢 就非常恰好的有跟Ripple合作 OK 然后这里有很多其他问题 Newbank Ripple partner 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料 你只需要在Google search Newbank Ripple 就可以看到很多资料了 OK 然后这里你们会看到 股神转向巴菲特抛售 OneStar Visa 加码10亿美金 投资巴西数位银行 Newbank看到吗 巴菲特即时在 在暗中的投资数字货币 加密货币啊 他嘴巴讲不要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只是用不一样的方式 不一样的方式来买那些 数位银行的 有投资的 有合作的数字货币 OK 所以 如果你是巴菲特粉丝的话 我相信 SRB你 应该要买一点放在口袋吧 好 当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投资吸引精神 然后 舒服比 拍卖已故求新Kobi的球衣 与动画NFT起标20万美元 接受加密货币支付 真的 够力啊 不懂哦 我个人是 哎呀 我都不懂怎么讲啊 我也不想多多评论这样的事情 很吓啊 OK 然后 联准会 官员警告过火的收紧政策 控制经济衰入 呃 线路衰退 美股BTC下挫后 呃 应该是不会打仗了哦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 我那天好像看到新闻哦 我看一下 那俄罗斯宣布 宣布部分撤兵 呃 好啦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然后 在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哦 你们觉得SRB 会不会去到100到500美金 留言给我知道你的想法 好啦 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